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Akim 春节快到了 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只剩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 十指贫的指贫八字他们所钱 是唐朝以来,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年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肖 如果我们用心肖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笔尖劫财 十神三官 正偏财 官杀和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三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 只有那区区的十二种运程 对吗? 华虽如此 新年用心肖来预测来年的运程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 早应成为传统使馆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 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 把哪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 各个生肖的运程是怎么样 好吗? 熟龙的朋友有1940 1952 1964 1976 1988 和2000年以立券过后为准 熟龙的朋友在2015年 会非常忙 是辛苦的一年 十分耕耘 七分收客 虽然只是七分 还是比没有好 在2015年 会有很多事事非非 因此 你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要有思想准备 会有很多外来的事情来影响你 要闲时目利 远离小盈 虽然熟龙的朋友 在2015年 没有桃花心 幸好有贵人心 即将有福的 听的和攀安 福的和听的 都是一些很强的贵人心 所以一定有工作运 而攀安心是指 骑马出外工作 有地位提心的意思 也暗示在2015年的工作 通常都是马不停蹄的 另外你的权力也会提心 当中1952年和1964年出生的朋友 运程比较好 胸心有匹马 转时 转时 转杀和 孤寡 匹马是暗示 家中有人生病 要特别留意 家人的健康 尤其是本身 已经有 产食 病况的家人 你要多一点关心他们 转时 和 解释 都是一些是非心 固定你的家中 活着 更思 有争吵 活着 同行你 出现 明争 暗斗 总之 一定要小心 是非 属龙的朋友在2015年 会放口时 造成很多烦恼 影响自治的情绪 和运程 有重要背景的 可以向亚书 祷告 活着 多做上司 也可以远离 人群 到大自然 享受 临近 而 孤寡 会影响 夫妻之间的感情 属龙的朋友在2015年 会感到特别孤单 无论是余婚的 或者是未封的 所以 一定要 培养一些兴趣 靠屋 也可以 健康方面 在2015年 要特别注意你的脾胃 和情绪 要 留意 努力的 1、3、6、9和12月份 到底还有什么 吹捷 逼凶法 风水 布绝 常情可以浏览 我的官网 和跳到我 最后 祝大家 雅年好运 心散事成 身体健康 财运滚滚来 请不吝 请不吝